电影《大卖演唱会》成功 TF Voice中,易烊千玺成为今年最大赢家 2019年是易烊千玺的丰收年 他的电影《少年的你》一经上映便广受好评 无论是从口碑还是票房来说 都是一部十足的好电影 这才是易烊千玺的电影首秀而已 而且易烊千玺的演技也获得了影视圈内许多大佬的一致好评 易烊千玺将来势必要成为刘德华一样的多妻艺人 这段时间易烊千玺举办了个人的演唱会 演唱会圆满成功的背后是易烊千玺的默默付出和不懈努力 整个演唱会易烊千玺并没有说多余的话 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里一直敬业地唱着 也正是易烊千玺在大众看不到的地方默默地努力 勤奋地练习 才能成就他现如今他多期发展的良好局面 和其他的流量小声相比 易烊千玺无疑是比较突出的一个 他给了其他流量小声一个方法 一个将实力和流量融合的方法 作为如今00后明星的唐大旗者 易烊千玺用他的实力成为了00后重心的头绑教义 也成功让大家对于流量明星的看法有了改观 也有网友说三小之中 今年易烊千玺应该就是最大赢家了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